國民黨變成第三 這讓我有點驚訝 國民黨 這個黨 不要想講 得意一點點 尾巴就翹起來 真的是這樣 就以為我們多厲害了 不需要跟人家合作了 光靠我們自己就可以了 講什麼鬼話 山道蘭領袖趙紹康委託該入普民調進行調查 南投補選後總統可能人選組合 國民黨竟然調車位 侯友宜配上朱立倫只拿下18% 賴清德配鄭文燦拿了36% 郭柯佩還高過國民黨拿了23% 賴清德很強 可是 在野力量更強 環節所有一切非綠的力量 一定贏賴清德 喊著要國民黨非綠陣營最大化才是勝利方程式 再參開各黨可能人選支持度 國民黨侯友宜拿下33% 郭台銘若回黨有19% 朱立倫8% 民進黨賴清德4成5 陳建仁7% 鄭文燦只有3% 民眾黨和無黨籍部分 柯文哲拿下30% 郭台銘也有23% 侯友宜你還在等什麼 你要90%同意才可以嗎 喝喝來酸骨 不是喝喝這事情 會這麼說也是因為其中一題 要侯友宜儘盡早宣佈的同意部分 超過5成 畢竟藍營基層都很擔憂 民調有漸漸下滑趨勢 前一晚的全台議長聯誼會 侯友宜以地主身份出席 被視為是挺喉助攻大會 這是武力最強 看誰最強 這是大家都會成熟的 澄清只是例行交流 各界狂敲碗表態 但侯依然不攤牌 各位說你們歡迎來到台北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